这是一段令人动容的一国父子情 1985年金日成接见了一对来自中国吉林的兄妹 他不仅送给了两人一皮箱人民币 还激动落泪道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父亲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事情还要从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说起 1924年日本大肆屠杀朝鲜爱国人士 为了生存 许多朝鲜人民背井离乡来到了中国东北 这其中就有金日成的父亲 金亨记一家 当时掌管东北的张作霖限制朝鲜移民入境 所以金亨记一直无法申请长期居住 就在这时 当地富豪张万成向金亨记伸出了援手 相处中两人培养了深厚的友谊 两家的后代金日成与张卫华 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而开头提到的两个孩子便是张卫华子女 那么金日成之所以 称以后自己就是两人的父亲 皆因当初的一个承诺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是金日成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1924年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 金日成跟随父亲来到了吉林 再次结识了多番为他提供帮助的张万成之子张卫华 后来为了拯救家园 金日成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踏上了革命道路 由于物资匮乏 张卫华冒险的为他提供了大量粮食军火 也因为此举张卫华被叛徒出卖 不幸被捕 在狱中受到了无尽折磨 最终张富脱了许多关系才将他救了出来 出狱后 敌人知道金日成与张卫华一定会再次联系 于是被对他进行了秘密监视 为了保护好友 张卫华最终决定服毒自杀 临终前 他托人将一封信转交给了金日成 通知他注意隐蔽 最后留下一句 永别了承住我的朋友 金日成看到这封信后泪如雨下 发誓要在日后找到张卫华留下的一双儿女 替好兄弟照顾他们 那么后来他是如何找到两人的呢 这是最让人落泪的场景 1985年 金日成接见了一对来自吉林的兄妹 他含泪对二人说道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父亲 对两兄妹的到来 他不仅安排了朝鲜国兵级别的待遇 还有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 原来这二人正是金日成苦勋多年的 昔日好兄弟张卫华的子女 早在朝鲜革命成功后 金日成便曾多次派人打听张卫华子女的下落 但始终没有结果 直到1959年 他才得知张家仁在吉林的消息 可由于种种因素影响 兄妹二人最终没被接到来朝鲜 一直到1985年 两人才踏上了访朝之旅 看到父亲张卫华的事迹 不仅被写进了朝鲜的课本 还是朝鲜人民人人赞誉的大英雄时 兄妹二人感动不已 多年来金日成始终没有忘记好友张卫华的付出 和他对好友做出的承诺 这段往事也成为了中朝友谊历史上的一段 值得回味的佳话 英雄虽是 但他们的精神与故事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